6創意健康店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发力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分享这个症状 应该在都市人方面 没有什么人会说未感受过 就是胃痛和一些急性腹痛的问题 因为现在都市人紧张 食物各方面 甚至有时候小朋友 都可能会经历过急性腹痛 袁医生 可不可以帮你详细解释一下 我相信腹痛是很普遍的 当然痛的程度和症状都是很不同 有时候可能是少少不舒服 但也有些痛到你什么都做不到事 可能是因为不消化 可能是胃气 也可能是十月子肠发炎 也可能是胆囊发炎 也可能是肝的问题 或者可能是女性惊奇的惊痛 也可能是急性腸胃炎 但还有可能是宫外人 或者是流产 甚至是癌症 或者焦虑 其实是很多成因的 在腹痛的情况 在我们学校里面教这个情况 通常要小心点 去了解到底真正原因 千万不要用止痛药去禁止 因为你用这个药去禁止 可能背后的症状被你掩盖了 可能有些严重性 你反而看不到 首先要看症状 有时候可能症状是局部 即是哪里有问题 就痛在那里 也可能是反射性的痛 也可能会加上抽筋 作门 或者吐 或者不吐 碾碑 或者吐碎 气脏 可能大便是不正常 也可能是其他情绪的焦虑 包括心跳 蜜薄化 或者粗汗度很厉害 这是一般性的 即是急性腹痛的症状 当然 那个问题的后遗症 视乎那个症状是哪里的 如果最严重的时候 经常都痛 不知为什么 搞不定 都会找一个腸胃科的专家 帮你好好地去跟进 去了解到底是什么事 如果是真的很严重的痛 可能都要夹飘白车 那就是可能 你会 万一 那个 那个 小肠 那个 那个 十二指腸 发炎 或者可能胆囊的问题 甚至乎 女性 可能有机会 是那个 公外人 那这些情况之后 很可能你要紧急 叫白车去跟进 好了 在家里 即是要慢慢初期 你遇到 第一 看 看他有些症状是怎样 他有怎样不安 那种程度去到哪里 还有那个人 他有没有 体位 体型 体位有什么 很不尋常 或者向前咬 向后咬 或者去某个地方 看看那个 区别有什么 就是 不尋常的情况 还有看那个病人 有没有牛 那就是你都要观察一下 就是看到 那个病者在你面前 那你要看看 那个观察 如何 那也都要 听了 听他说些什么 如果他能够告诉你 我痛得很厉害 每次我动都很厉害 就痛得很厉害 那动得很痛 这个症状是 白车筋 动得很厉害 动得很厉害 不能动得很厉害 还有呢 你看到他 他说我痛的时候 他就要承担 他要抹起的 膝头就要弯起来 紧贴着胸部 这些好像 抹肱形那种的痛法 他手压着肚子那里 这个阵形 就是Colocinphus 是苦黄瓜 Colocinphus 苦黄瓜 如果听到这个人 他说那种痛 我从来都没试过 刚才痛得很厉害 这个就是Colocinphus 那个痛 那个阵形 如果他告诉你 我痛得很厉害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站直 身体不能向前转 甚至要站直 向后硬一点 这样才舒服 这个阵形 就是Dioscoria Dioscoria 就是野生药 野生药 这个尿剂 如果他发现 我刚刚吃了些 Cabbage 吃了些椰菜 吃了些豆类的东西 搞得我很不舒服 尤其是夜马克 晚饭的时候 这种的阵形 是Lycopodium 石虫型 Lycopodium 石虫型 这个阵形 如果他告诉你 我痛的时候 唯一可以做到 就是躺在一张床 压住它 拿一个暖水袋 夹住它 这个阵形 就会 Magnesium Phosphoricum Magnesium Phosphoricum 是轮酸尾 Magphorce 好了 如果他告诉你 我这个 我这次痛 就是因为 刚刚喝酒 喝得太多 又和我老婆 吵架 打架 情绪很激怒 这个是Nuxvomica 就是马泉子 尤其是喝酒 即是食制了 这些 好了 如果他告诉你 我很喜欢吃雪糕 吃很多肥肥的东西 但吃了之后 都是不舒服的 那你就想多个疗剂 就是白头翁 Polsotella 或者Nuxvomica 马泉子 都可以 总之食制了 就有这些东西 当然 你遇到这个情况 就问一下 什么时候痛 什么时候开始 还有什么 相关的症状 除了痛之外 就问一下 这种情况 以前有没有出现过 是否很厉害呢 什么时候 容易出现呢 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你用呢 可以令到不适 舒服一些呢 有什么自己 可以做到什么 就问一下 有没有其他相关的 就是同时出现的症状 就看大便 大便的形状 怎么样 看看是否跟那个 旌旗有关系 还有那个病者 是不是怀了人呢 是吧 就是要考虑很多 很多这些事情 就要看那个 情绪 精神的状况 就是要尝读 尝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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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不明白,在同学疗法我们一定要了解全套 有关整体性症状,就不是单一个表证就可以配到疗剂 所以我希望大家记住,我教你学 为什么你要这么小心听我这些仔细的细节呢? 因为一定要这些细节才能够找到适当的疗剂 但又不是说难得这么交关 始终你都要留心一点,了解辨证得清楚一点 到底症状是怎样的呢? 那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疗剂,效果非常之好 好了,有些什么我叫Pointer的主引呢? 如果痛得不敢动,动得很厉害 这个就是Brownia,白蛇根,Wide hops,白蛇根 如果痛的时候,它整个弯弓了起来的,才能够舒服 那你就想过,Colocynpha,虎黄瓜,和Magnesium phosphoricum 那个磷酸味,这两种疗剂都是弯起来的 这两种疗剂是,如果是大力压就会舒服一点 加上用暖水袋会舒服一点 这两种疗剂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你发现那种疗剂是很严重的抽疗 就是你什么都想不到,什么都拿不到 很劇烈的疗剂,就想到Colocynpha,抽筋Colocynpha的疗剂了 如果那种疗剂,那种疗剂就要伸直一点 伸直的身就会舒服一点 伸直的身就不可以的 这个疗剂就是Dioscoria 就是野生药,Wild yam,Dioscoria 如果那个人就告诉你 我平时吃了一点东西都很容易气胀 饿就饿,但一吃肚就胀胀了 这种是Lycopodium,石虫的阵形 如果它说我大力压它舒服 和暖水袋会舒服 这个就是Magnisium phosphoricum 就是那个鸾酸味的 但石虫就不喜欢被人按的 它胀胀就不像Magnisium phosphoricum 那个鸾酸味,是喜欢用大力压着它舒服一点 石虫就不可以按它 你按它,它反而不舒服 这个就是石虫的症状 当然,如果说你因为喝酒过多食制 吃很多油腻的东西 你就想马前子了,Nuxmometer 如果那个人是肥肥白白 平时那个人很温性、世气的 很女性化的那种性格 吃肥的东西就不行了 你就想什么呢 就是Pulsatela 那个白头翁 Pulsatela 通常怎么样呢 通常都是每30C 每15分钟或者4个小时吃 通常我觉得你不舒服的时候 你吃它,15分钟吃一吃 如果不行就再半个小时吃一吃 通常是两三次就搞定了 那个舒缓是说的是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或者两天里面就应该会煮 通常是很快 我觉得是一两个小时里面 应该即时舒缓得到的 那除了疗剂方面呢 那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助舒缓一下 那很多人就会用一些碳粉 Capsule、Carchar 那我们健康店都有的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值得买 即是在家里的 一定是在家里的 因为碳是可以吸毒 有时你不小心吃了一些有毒的物质 那这个是碳粉 是可以帮助吸收这些气象的不息的 那可能每两三瓶就吃两粒 如果你买一下你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那当然呢 厨房里面有很多用具的 比如那个pepper mint 薄荷 或者姜 中国人一定有的了 有几粒姜放在厨柜里面 那还有一个就是茴香 茴香就是Fanel Tea 那这些会帮你消化的 那另外就是那个Castor Oil Pack 那个沉麻油 那个烤烤 这个在我们的病人 很多时候我都教了大家用的 那这些工具呢 在我们的绿庄健康店都可以买的 那这样就用这些油呢 整热了之后呢 就敷在那个腹部 或者环柱 在肚子那里 那就加个热水袋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当然呢 还有就是不要吃东西 明知自己消化药 就不要吃得太过濃 不要吃得太饱 吃到自己不舒服 又吃那些肥腻东西 那些香料重的东西 咖啡、酒 或者朱古力 有些人觉得是不舒服的 那可能朱古力有些人 就是用朱古力敏感的 那当然呢 有时候那些人就会 即时就吃一些梳打饼 那我们就用那个梳打粉 就是梳打粉开些水 那也都会帮助消化 帮助你 就是会帮助你舒缓得到的 那当然有时候呢 就可以 就是用一些热水袋 和敷化都很有用的 那这些东西呢 是自己家里很多时候 都是找得到的工具 那到时就需要时 大家可以立刻拿出来应用它 那当然呢 如果家里有避免了 就是足够的疗剂 那这些呢 在这个情况之后呢 就在选择一个好用的疗剂 那个效果会更加快的 那麻烦了 袁医生帮我再详细地介绍一下 刚才你提及的那8只疗剂 应该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就用得最适合的了 好了 那第一只跟他介绍呢 就是Bionia Bionia White Hobbs 1004斤 那通常这种的阵营呢 就是胃窝那里很痛 就是胃那里 就是顶那里 是很痛的 通到不能动的 那尤其是腹膜那里 那里都是痛 有时候这种的痛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盲腸炎的 那盲腸炎那种痛 痛到不能动的 记住 它痛到不太想动的 那你可以想起这个Bionia 那个白蛇根 所谓胃炎也对的 那通常呢 Bionia 人的阵营呢 这个情绪 通常都比较敏震 当他不舒服的时候 尤其是 那同时呢 他这些人呢 通常呢 吃了东西 或者吐了之后呢 更加痛 因为他动动了的 那同时呢 Bionia 通常呢 就会有出现便秘 因为那个肝门很干的 那也都呢 发现那个肝的部分呢 可能是重重 脏脏的那些不适的 那Bionia 的人呢 是比较上 喜欢喝水 喝冬水 和大淡地喝 那这个就是那个白蛇根 这个阵营 好了 另外一种呢 就Colocinthus 那个英文叫Bitter Apple 其实呢 就是那个苦黄瓜 那种痛呢 就是很严厉 抽痛都很厉害的 痛到你整个人呢 就要弄低 而且一阵一阵的痛 弄低了之后不单止呢 你还要用手呢 大力按住那个腹部的 那它好像那些肠呢 是被那些 有些有些有些石在 在那里硬它 那样的 那也是呢 就是痛的时候呢 就不能够喝东西 不能够吃东西 那有些时候呢 是痛到呢 是会呕的 那也都有些时候呢 因为情绪引起的 有些人呢 可能吃得一样 吃得一样 吃得一样 接着呢 就会发脾气 那样就忍住痛呢 那这种呢 也是那个 Colocinthus 那个苦黄瓜 就是痛到好像苦瓜面 那样 就是你想到 它痛到整个面 就躲起来 就好像苦瓜面那种痛的 那种 它整个躲起来 那这样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 Bitter Apple Colocinthus 接着呢 就是Cupram Cupram Metallicum 就是那个 那种痛的 那种痛是很严重的 是突然之间呢 是很激烈的那些 那种痛的 痛到你 就是 痛到你呢 就是 想吐啊 是 痛到你呢 是 动都不能动 那种 是严重的 嘔吐 这种这样的 那也是不想动 但是如果喝东西呢 喝少许冬东西呢 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的 总之呢 是突然之间的 就是 很剧烈那种痛呢 没有什么其他的 资料之下呢 就想这个 Cupram 那个疼 这个疼势了 好了 接着下来呢 就是Dioscoria 就是wild yam 叫野山药 Dioscoria 也是很痛的 很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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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的痛 好像在里面扭住 那种 磨住 那种痛的 那种痛呢 这种痛呢 很多时候呢 就会在胆囊那种痛 胆囊的痛呢 就会呢 是反射去 胸部 或者背部 或者手臂 或者手臂 这种痛呢 也都很多时候呢 就会走位的 走得很快的 那样 那样 但是这种痛 记住呢 他呢 就是不喜欢呢 是软了 他喜欢站直的身体的 那或者躺平在这儿 或者起身 站直一直 那这种这样的 的阵型呢 就是那个 Dioscoria 那个 野山药 那条剂 好了 接着就是Lycopodium 石虫 那石虫的人呢 经常觉得呢 平时呢 经常觉得呢 那股部不舒服呢 就觉得很 就是不喜欢压住的 嗯 就好像这件衣服太窄了 经常要鬆开它 鬆开它 鬆开褲头啊 那就很多气啊 很多很大声的气啊 经常有肉弱气啊 少少食物呢 就会气脹的 那很明显呢 那些人呢 是消化药 是药 不吃得多 但通常那个不息的地方 是右边比较多些的 那他平时的人呢 都是就是 就是 就是 黑黑白白的 但是呢 其实他人呢 就是很小胆的 嗯 但是蝦那些呢 蝦得到的就是蝦的 但是看到那些 咕咕在上的人 他就特别怕的 那这种感觉的人呢 还有呢 就是呢 症状呢 四点到八点钟 那段时间比较差 他就喜欢喝暖水 喜欢吃甜的东西 啊 真的很喜欢吃甜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吃到一些 很怕吃那些 豆类的东西 啊 还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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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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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呢 会搞痛 很多气 但是呢 那种痛呢 是会令到他呢 就是要向前咬 啊 还有要磨它 就是要按它 暖 压力呢 会令它舒服一点的 那这种痛呢 也都他呢 喜欢呢 就是 就是 放松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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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走一走呢 就可以可以 那些气可以舒缓得快一点的 那发现呢 也都的时候呢 他拿了暖水袋呢 是握住个肚子 就因为这样才舒服一点 那这种人的气呢 就好像呢 就是困在里面 那痛呢 通常在那个 土池附近 那就跟着 到处去走的 那如果他喜欢喝水呢 他就喜欢喝些冻水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 那个 鸾酸味 那个主要的症疫 那这六个尿剂呢 相信呢 对大部分的 一般性的腹痛 就是我曾经说 可能其他因素 一般性的腹痛 是那个效果非常之好的 那今天这个题目呢 胃痛或者是急性的腹痛呢 那应该就是 真的刚才说过了 很多人都会经历过 那而呢 如果你们懂得 可以用这个 同类疗化 同类疗剂 而配对对的时候呢 当然很快就见到那个功效 甚至乎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你可以得到 一个及早的医治的情况 就是不需要等到去呢 就是拖拖拖一下的时候 出现了后遗症 才来搞的时候呢 要逆转回呢 都会有一段的时间 甚至乎可能有时候 也都会影响到 你的健康的状况 所以呢 我们都希望大家的听众 可以提到家中呢 常備了一些的疗剂 这样就可以呢 对于一些急性的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即时这样处理到 而得到你是真正的 健康快乐的人生的 多谢袁医生 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压一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回诊的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有关的尿剂 或者是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回我们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 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麻烦你了 仪姐先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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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